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我夫人生的是男孩 就和你家郁寒结个娃娃亲如何 马车里两个中年男子谈笑风生 他们一个是此地富商骑好天 另外一个则是他的拜把子兄弟姜平 正合我意 正在此时 马车却突然来了个急停 两人来不及反应 差点甩了出去 怎么赶的马车 二人十分生气 责问车夫 车夫也很委屈 是前面的车辆突然停下来了 原来是齐浩天的夫人流失 马上就要生了 肚子痛得受不了 这才让马车停下来的 齐浩天赶紧去看看夫人怎么样 可是却被丫鬟给拦在了马车外面 说是产婆已经在里面接生了 齐浩天此刻庆幸 把产婆带在身边 要不然可就麻烦了 原本在京城 生意做得好好的 可偏偏这时候 老家的父亲病危 自己作为家中长子 自然是要回来照顾的 但是刘夫人一人在京城 内心又不安 于是才冒风险 把他带上一起回来 以防不测 还带了产婆和京中最知名的大夫 也就是自己的结拜兄弟姜平 齐浩天的心一直悬着 不仅是因为妻子 还因为此地并非九流之地 据说这一代活跃着一群汉匪 哇哇 马车里传了一阵婴儿的啼哭声 齐浩天悬着的心 终于放下了一半 赶紧出发 齐浩天声怕持则生变 赶紧命令车夫出发 可是产婆却阻止了 一行人 原来刘氏生的是双胞胎 很快 马车里又传出了新声音的啼哭声 齐浩天十分开心 可是此时刘氏已经十分虚弱 只能缓慢前行 给我团团围驻 忽然四周草丛 响起一片砍煞声 一群人冲过来 将其家一伙团团围驻 齐浩天本想给些钱换一家人平安 却不成想盗匪毫无人性 不仅想抢财产 还要把女眷抢回去 幸好姜平不仅医术高明 还是一位武林高手 很快 盗匪就只有了招架之力 齐浩天健壮 赶紧拆人去报官 牙一赶来之后 将一众盗匪绞杀殆尽 匪首现实不妙 赶紧冲进人群 抢走了齐浩天手中的孩子 迅速离开 牙一找了三天三夜 也没有找到 只能作罢 齐浩天虽然痛失爱子 但好在夫人生的是双胞胎 也不至于绝后 于是将剩下的孩子取名其妃 匪首万万莫想到 这次偷鸡不成十八米 自己多年苦心拉起来的队伍 毁于一旦 看着手里啼哭的婴儿 本想直接除掉 但是眼前最重要的事情 是找个地方疗伤 于是直接将它扔到路边 这荒山野岭 就算自己不动手 野兽也会将其吃掉 很快 天色将黑 刘老汉赶紧担着柴下山 忽然听到 路边有婴儿啼哭声 还以为自己遇到了什么 藏东西 吓得赶紧往回走 可是这婴儿啼哭声 愈发的真切 于是 刘老汉撞着胆子上前查看 没想到草丛中还真有个婴儿 老伴 老伴 咱们有儿子了 这刘老汉是附近村里的侨夫 年过半百 却无儿无女 原本会以为孤独中的孤独 原本会以为孤独中老 却不会以孤独中的孤独 estudians 若是 附近村家 一切的忍赶紧 不需要的哭了出来 江平心中大惊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赶紧询问兄弟遇到什么难事了 那个孩子要是莫丢该多好啊 原来齐浩天在思念那个被抢的孩子 江平心里暗自思索 土匪抢去恐怕没事莫好结果 再说都已经十多年了 人怕是早就不在了 齐兄别再伤心了 还记得我们当年定下的娃娃亲吗 江平怕齐浩天太伤心 于是赶紧转移话题 于是两个人就是重体 将江玉涵和齐飞的婚事定了下来 三日后 江平告辞离去 路上看着天真烂漫的女儿 不由得十分后悔 齐飞从小性格顽劣 四处闯祸 将来要把女儿嫁给他 岂不是害了郁涵 都怪自己喝了太多酒 看到结拜兄弟难受 才提出此事 好让他开心 父亲 你为何一路上闷闷不乐呀 江平面对女儿的关心 小心翼翼地 将娃娃亲的事情说了出来 哪知女儿十分抗拒 父女俩还因此在路上大吵了一架 倒是齐飞听闻此事 显得十分开心 郁涵今年已经17岁 早已是远近文明的美人 上门提亲的 早就将江家的门槛踏破了 情斗初开的齐飞 十分满意这门亲事 恭喜齐兄 听闻令尊给你说了门亲事 大家都听说了 齐飞和江玉涵定了娃娃亲 所有人都十分羡慕 但更多的是嫉妒 怎么这么大的好事 就便宜了齐飞这小子 齐飞虽说喜欢羽涵 可是平时却丝毫不知收敛 整日和一群狐朋狗友 流连于烟花柳相之所 还因醉酒闹事惊动了县衙 齐浩天怒其不争 但也只能出面将此事摆平 羽涵文听此事更加反感齐飞 可是江平总以父母之命来搪色女儿 齐浩天觉得不能再这样放纵自己的儿子 于是脱关系 将他送进天宏书院 天宏书院是学子们梦寐以求的地方 只是能来这里的不仅要有钱 还要才学出众 齐家自然是不缺钱 可是齐飞压根不是读书的料 好在齐浩天曾不止一次向书院捐款 书院里的先生不好意思拒绝 这才勉强答应留他几个月试试看 齐飞刚进去就受不了了 这李先生管教严格 学习上稍有懈怠就会受到惩戒 平日里的生活也是十分枯燥 于是趁着夜色 齐飞偷偷地翻墙溜了出去 本想去酒馆里好好喝一顿 由于走得太急 直接和迎面走来之人 撞个满怀 双双倒在地上 齐飞本想开马 可是刚抬起头 竟发现对面之人和自己长得十分相似 刚开始还以为是自己撞晕了出现的幻觉 于是揉了揉眼睛 凑近了些仔细巧 那人果然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 原来近些十日流老汗身体不适 于是每日都是天赐来城里摆摊 经常是到了天黑才往家赶 这才遇到了逃跑出来的齐飞 齐飞看着天赐忽然心生一计 既然此人和自己长得这么想 何不来个移花接木 让他去书院读书 而自己则去别的地方逍遥快活 也不等天赐说话 齐飞就将他拉到酒馆 心里盘算着多少钱才能打动他呢 于是试探性地将想法告诉了天赐 天红书院 天赐惊掉了下巴 这是多少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地方 可惜自己家境贫寒 根本支付不起学费 于是果断答应 齐飞和天赐直接换掉身上的衣服 然后把天赐悄悄送回书院 由于两人本是孪生兄弟 所以书院里的人根本没有察觉 时间一晃就是三年 这三年天赐出了隔断时间 给刘老汉写封信报平安以外 根本没有一天离开过书院 这日天赐正在房间看书 就听见外面有人喊自己 齐飞 你父亲来了 天赐还以为是自己的父亲刘老汉 来看自己了 开心地丢下书本 赶紧跑了出去 可是出门看到 的确是一个陌生男子 儿啊 娘亲好想你啊 一名中年女子 上前一把抱住了天赐 天赐这才想起来 自己现在是在冒名顶替齐飞 这两人大概就是齐飞的父母吧 三年来齐飞再也没找过自己 没成想 这次他父母居然来了 于是只能硬着头皮 把他们请进屋 原来齐浩天这次来天洪书院 一是十分想念三年未现的儿子 二来是想叫他回去结婚 原来一年前 江平外出使 遭人暗算 虽然捡回了一条命 但是后来就伤腐发 已经卧床多月不起 江平深知自己时日无多 即便自己医术再好 也无力回天 唯一放心不下的 就是女儿郁寒 于是就希望在生前 看到女儿成亲 这可难住了天赐 原本说好的 只是替他来读书 这倒好还要去替他成亲 天赐原本想说出真相 可是一想到再过几月 就要参加科考了 不能就这样功亏一篑 于是横下一条心 答应了此事 鉴于江平的身体太差 怕是时日无多 于是等接回了 齐飞就立刻举办了婚礼 洞房之中 宇涵已经哭成了泪人 一来是伤心父亲 时日无多 二来则是想到自己 要和一个不学无数的人成亲 心情难过 原本郁寒就是非常反对这门亲事的 可是父亲已经这样了 唯一的心愿就是看到自己结婚 他就只能勉强同意 于是他在袖口里藏一把剪刀 只要齐飞敢靠近 他就拿出来 等到父亲去世后 他就悄悄逃走离开这里 外面宾客渐渐散去 齐飞也被父亲催促着回到洞房 郁寒听到外面的脚步声 不由得心里一紧 天赐推开门 看着坐在昏床上的新娘 迟迟不肯上前 新郎官赶紧揭开红盖头啊 别让新娘等太久 旁边的媒婆催促着天赐 挑起盖头 天赐瞬间惊呆了 没想到眼前的新娘 如此美丽动人 可惜自己并不是真正的新郎官 闹完洞房之后 大家就退出了房间 郁寒本想先发制人 说明自己并不喜欢齐飞 可还莫等自己开口 眼前的齐飞 就默默转身坐到了旁边的桌子上了 天赐惊讶地发现 这房间里有很多自己从未看过的书籍 于是顺手就拿过一本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 把新娘扔在一旁 不管不顾 郁寒觉得奇怪 齐飞不但没有为难自己 还在那里看了一整页的书籍 果然是禁诸者赤 天红书院不愧是明师辈出的地方 此时真齐飞还在烟花柳巷肆意快活 忽然外面有个人走了进来 果然是齐飞兄啊 我还以为自己眼花认错人了 近来之日是齐飞昔日的酒友 这三年齐飞不敢回家 所以二人三年未见 齐飞遇到好友 便赶紧招呼他一起喝酒 齐兄 昨日你才大婚 今天怎么就跑到百里之外逍遥了 齐飞大惊 自己什么时候大婚的 细问之下才知道 郁寒和假齐飞结婚的事情 真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这臭小子居然敢顶替自己娶了郁寒 于是齐飞准备连夜赶回去 找天赐算账 顺便报官将他抓起来 可是出门之后 刚骑上马 齐飞就被人背后打了一门棍 倒在了地上 等到醒来之时 身边已经围满了牙蚁 自己手上还握着一柄带血的长刀 还不等齐飞反应过来 牙蚁就将他抓走了 齐飞原本以为是自己前几日酒醉打人才抓的自己 关几天也就放了 所以齐飞也不害怕 可是大唐之上 知府大人却说自己是什么江阳大盗 来不及喊冤 就强行让自己签字画鸭 还判了个斩奸后 老爷 外面有名女子说有吉事要献你 齐府的丫鬟告诉齐浩天 原来外面有名女子 自称是少爷齐飞的红颜之急 现在齐飞有难 必须赶去救她 十万火急 去吃了后果不堪设想 胡说八道 少爷刚刚新婚 现在还在书房里读书呢 哪来的危险 小丫鬟原本也不信 可是那女子交给了她一个玉佩 此物乃是其家独有 丫鬟这才跑来通报 齐浩天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将心将意的把女子请进来 原来这名女子叫夏若晴 是怡红院的花魁 夏若晴将事情经过 讲给了齐浩天听 一旁的天子 惊出一身冷汗 眼看就要穿帮了 玉晗也是一头雾水 眼前的丈夫到底是谁 齐浩天看了一眼天赐 然后将所有人赶了出去 他了解自己的儿子 眼前这个人 虽然长相上一模一样 但他绝不是齐飞 你究竟是何人 为何要冒充我儿 天赐不由地将事情的经过和盘托出 齐浩天心中大喜 眼前之人 八成就是自己丢失的儿子 虽然他还不知道匪首为何放过了他 明白了一切 齐浩天赶紧去解救齐飞 可是这次知府一口咬定齐飞 就是最近神出鬼没的江阳大道 还从他包袱里搜出了赃物 可谓是人赃俱祸 这可急坏了齐浩天 无论他想出什么办法都决绝不了 因为此事已上达天厅 皇上亲自过问了此事 结果已经无法更改 齐浩天想不明白 二十年前自己失去了一个儿子 如今这个儿子失而复得 可另外一个又要被斩首了 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几个月之后齐飞被押赴刑场 此时他已经被吓到魂飞魄散 真后悔当初逃出天红书院 在那里面挨打 总比现在这斩刑要好吧 刑刑官燕鸣正身 看到时辰已到 殿下令立刻刑刑 刑场外的父母吓到激进晕厥 刀下留人 恰在此时 一位钦差骑着快马 赶赴刑场 阻止了行刑 齐浩天看到 骑着高头大马的钦差 这不正是天赐吗 原来齐父去解救齐飞之后 天赐便辞行去参加科考了 好在这三年天红书院的经历 帮助天赐拔得头筹高中状元 天赐在狱前承明冤情 希望皇上能恩准此案 发还重审 皇上觉得人才难得 便特指恩准 原来知府迫于压力 才草草断定 其非就是凶手 其实他也明白 此时漏洞百出 可是皇上屡次催促 自己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于是皇上决定亲自审问 最终真正的江阳大盗被抓住了 原来此人正是二十年前的匪首 当年他的队伍被团灭后 就一直被官府缉纳 于是他只好隐姓埋名 四处躲藏 最终藏到这一红远中 做了一名杂役 有一次他听到齐飞和夏宇晴 提起自己的家事 得知他父亲就是当年的齐浩天 于是就想报复齐飞 然后他四处作案 并将抢来的东西 偷偷放到齐飞包袱里 眼看就要得手了 哪知夏宇晴跑到齐家报信 还在重审之时举报了自己 可他不知道 之前自己在陷害齐飞之时 恰好被夏宇晴无意中发现 于是他便偷偷调查自己 没想到世间居然有如此巧的事情 当年匪首重伤 扔下刚出生的天赐 去找大夫疗伤 而大夫将他治好后 他怕对方报官 竟狠心除掉了大夫全家 当时年仅三岁的于清 被母亲藏到箱子里 才躲过一劫 这些年 于清已经记不住仇人的模样 但是那把长刀 他却永远无法忘怀 当官府抓到齐飞时 他看到齐飞手上的长刀 联想到自己此前偷看到的场景 语情断定 此人就是当年的杀父仇人 因果循环 真是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最终 匪首被判处斩刑 而草草结案的知府 也被降了值 齐浩天心情大好 两个儿子最终都安然无恙 可是一个难题 却摆到了眼前 玉涵是指婚给齐飞的 拜堂的人却是天赐 这可如何是好 齐浩天最终只能征求 玉涵本人的想法 而媳妇 你看这是如何是好 玉涵娇羞地低下头 他原本就不喜欢齐飞 天赐这种饱读诗书的青年 才是自己的义中人 我已和天赐拜堂成亲 一切全凭公爹做主 齐浩天听完 哈哈大笑 知道了儿媳妇的意思 于是便听从了他的想法 齐浩天原本想把天赐接回来 但是天赐感恩刘老汉夫妇养育之恩 表示自己要等二老离世后才肯回齐府 玉涵也自愿一起去了刘家侍奉公婆 当天赐坚定地表示愿意等刘老汉夫妇离世后才回齐府时 齐浩天的内心犹如翻江倒海 作为一个权力滔天的家族继承人 他不习惯别人对他有如此的拒绝 尤其是当天赐提到愿意继续待在刘家 并且与玉涵一同侍奉公婆时 齐浩天的心情更是难以平复 他本来以为只要自己下定决心 无论是天赐还是玉涵 都不会有意义 会顺从他的意愿 然而 现实却给了他一个沉重的打击 天赐 你真的决定了 齐浩天的声音中带着些微的颤抖 他盯着眼前的天赐 那双本应满怀期待的眼神 此刻却冷漠得像是无情的冰河 天赐低头 目光柔和且坚定 浩天 我知道你对我有恩 但是我感恩刘老汉夫妇 对我的养育之情 他们对我如亲生父母 这份情意难以割舍 玉涵也同样想陪伴他们 照顾他们 直到他们安然度过晚年 玉涵站在一旁 微微低下头 眼中充满了柔情和坚定 他想齐浩天 投去一个轻微的歉意的眼神 但更多的则是对未来的决心 浩天 我明白你的心情 但这是我们的选择 我希望你能理解 齐浩天深吸了一口气 强压下心中的不悦和愤怒 强迫自己保持冷静 他虽然不愿意 但心中却清楚 无论如何 他不能强迫天赐或愈寒 做出他不希望的选择 毕竟 他所敬重的两人 早已将刘老汉夫妇视为亲人 这份情感 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轻易改变 然而 齐浩天也不是轻易会放手的人 他看着天赐和愈寒 心中却浮现出一个更加深远的计划 或许 这样的决定并非一时之选 而是他需要时间来完成的事业 这是他内心的决心 既然如此 我不勉强你们 齐浩天的语气中逐渐冷静下来 抿着唇 微微一笑 随后又转向欲寒 不过 你们也要记住 刘家毕竟只是普通百姓 日后若有什么困难 我不会袖手旁观 天赐感激地点头 欲寒则默默地拉住了他的手 两人眼神交致 心中都有着对未来的无限期盼 和深沉的担忧 随后 齐浩天转身离开 步伐沉重而果断 他知道 无论他再如何不愿接受这个现实 天赐和欲寒的选择已经定下 虽然他内心上有一些难以消化的情感 但他知道自己必须尊重他们的选择 时间已天天过去 刘家 依然是那片安静而祥和的地方 天赐和欲寒 在刘老汉夫妇的身边 尽心尽力地照顾着他们 天赐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虽然生活简单 但却充满了幸福和安宁 他与欲寒两人相依为命 对刘老汉夫妇的孝心无微不至 刘老汉也早已把天赐当作自己的儿子一般 时常与他一起谈论过去的事 将一生的智慧传授给这个充满爱心的年轻人 然而 这样的日子却并非无忧无虑 有一天 天赐忽然发现 刘老汉的身体似乎越来越虚弱了 尽管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曾表露 但天赐可以感受到刘老汉那深藏不露的疲惫 他暗自焦虑 心中对刘老汉的健康开始感到无比担忧 欲寒 爹爹最近好像不太对劲 天赐在一天晚上与欲寒交流时 低声说道 你觉得他有什么问题吗 欲寒心中一惊 随即放下手中的碗 走到天赐身旁 轻轻握住他的手 我也有察觉 滴滴的状况确实有些不对劲 他总是说没事 但我心里明白 他并非如他所说的那么健康 天赐心中一惊 随即做出决定 我们必须带他去看大夫 不能再拖延下去 于是第二天 天赐和欲寒商量后决定带着刘老汉去城里的名医处就诊 路途遥远 但天赐和欲寒心中无比坚定 无论如何都要为刘老汉争取最好的医疗 当他们到达城市 经过一番波折后 最终见到了明医 明医听完刘老汉的病情后 沉默片刻 最终告诉他们 刘老汉的病已经晚期 几乎无法治愈 天赐听到这消息时 心如刀割 庞扶整个世界都崩塌了 他不愿相信这个事实 甚至不敢向欲寒提起 回到刘家后 天赐暗自决定 他无论如何 也不会让刘老汉离开这个世界 这是他必须完成的使命 随着时间推移 刘老汉的状况逐渐恶化 他已经无法再自理生活 天赐和欲寒依然在他身边 尽心尽力地照顾着他 无论白天还是黑夜 两人始终守护在他的窗前 心中充满了对这位养育 他们的长者的无限敬爱和感激 就在刘老汉临终前的那一晚 他轻轻地抓住天赐的手 目光中透露出无比的平静和满足 天赐 欲寒 我知道你们心中有很多不舍 但我终究是该走了 你们要记住 无论我在哪里 心中永远有你们的存在 天赐泪水潸染 喉咙紧缩 无言以对 他的心中充满了无法言说的痛苦和不舍 他紧紧握住刘老汉的手 低声道 爹爹 您放心 无论发生什么 我会一直照顾雨晗 让他过得幸福 随着刘老汉的最后一口气断 他的身体缓缓放松 面上带着一丝安详的微笑 天赐的心中不禁沉痛无比 这一刻他终于明白 真正的家人不仅仅是血缘 更是心灵的依靠 刘老汉的离世 让天赐和郁寒的世界变得更加空虚 他终于寂寥 两人依旧选择留在刘家 将刘老汉的精神延续下去 继续过着平凡而温暖的日子 天赐的心中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 但他知道无论如何 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并且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安详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男子在荒地上盖厂房 宫头好言相劝 结果挖到了红舍 老赵啊 你这回可是摊上大事了 宫头老李一脸焦急 手里的烟卷都快烧到手指头了 也没顾上谈一谈 老赵站在一旁 眉头拧成了个大疙瘩 盯着眼前那一片刚被挖开的荒地 心里知犯低谷 这事得从半个月前说起 老赵是镇上有名的企业家 手里有几个钱 眼看着生意越做越大 就琢磨着扩建厂房 他看中了镇外头那片荒废多年的地 地方宽敞 价格还便宜 心想这回可是捡了个大便宜 可谁承想这地儿可不是那么好动的 老李带着一群工人 刚挖了不到一米深就碰上了怪事 老赵啊 我跟你说这地儿邪性 咱们挖的时候底下突然冒出来一股子凉风 冻得人只打哆嗦 老李说着还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老赵一听心里头咯噔一下 但面上还得装得镇定 嗨 老李 你这是不是最近累着了 哪有那么多邪门的事 老李献老赵不信 急得直跺脚 真的 不信你问他们 还有 那土里头 我瞅见点红的东西 一闪就没了 像是蛇 红蛇 老赵心里泛起了嘀咕 但他还是强装镇定 毕竟这地儿已经买了 钱也花了 总不能半途而废吧 得了得了 老李 你也别自己吓唬自己了 咱们钱的是正经生意 哪有那么多妖魔鬼怪 继续吧 老赵大手一挥 示意工人们继续动工 老李叹了口气 心里头暗暗祈祷 但愿是自己看错了眼 工人们一听 老赵这魔说 也都来了精神 继续挥汗如雨地挖了起来 可没过多久 怪事又发生了 这次挖到的是一个破旧的坛子 坛子口被封得严严实实 上面还贴着一张泛黄的符纸 老赵好奇地凑近一看 符纸上画着些奇怪的图案 他也看不懂 老李啊 你看这啥玩意儿 老赵把坛子递给老李 心里头还是有点范畴 老李接过来 仔细端详了一番 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这 这是风魂坛 这帝儿以前怕是不干净啊 老赵一听 心里头咯噔一下 但还是强装镇定 什么风魂坛 你可别胡说八道 老李叹了口气 把坛子又递给了老赵 我也是听我爷爷说过 这风魂坛是用来镇压邪物的 你看这符纸 上面的图案就是镇压邪物的符咒 咱们这回怕是真碰上大事了 老赵心里头也开始犯嘀咕了 但面上还是不肯认输 行了行了 别扯那些没用的了 咱们钱的是正经生意 哪有那么多妖魔鬼怪 继续挖 工人们一听老赵这么说 也都继续埋头苦干起来 可没过多久 怪事又又又发生了 这次挖到的是一条红色的蛇 蛇身细长 鳞片在阳光下泛着诡异的光 工人们一现 吓得纷纷后退 谁也不敢靠前 老赵这蛇老里话都说不利索了 脸色白的根指似的 老赵心里头也直打鼓 但他还是强装镇定 嗨 不就是条蛇吗 有啥大不了的 咱们把他赶走 继续挖 说着 老赵操起一根棍子 就朝着红蛇捅了过去 可那红蛇 彭腹有灵性似的 灵活的一闪身 就躲开了老赵的攻击 老赵一现 心里头更火了 你这死蛇 还敢躲我 说着 老赵又朝着红蛇捅了过去 可这次 红蛇却不再躲闪 而是张开嘴 露出了两颗尖锐的獠牙 朝着老赵就扑了过来 老赵吓得妈呀一声 扔下棍子就跑 工人们一现 也都吓得四散而逃 老李站在原地 愣了好一会儿 才反应过来 他急忙捡起地上的坛子 朝着红蛇就扔了过去 坛子在空中 画出一道优美的弧线 不偏不倚地 砸在了红蛇的头上 红蛇被砸得晕头转向 在地上扭动了几下 就不动了 老李健壮 急忙招呼工人们过来 把红蛇和坛子都埋了回去 老赵啊 这回咱们可真得收手了 这地儿邪性 咱们再挖下去 怕是要出大事啊 老李一脸严肃地看着老赵说道 老赵此刻也吓得六神无主 哪里还敢继续挖下去 他点了点头 是以工人们收工 可谁常想 这仅仅是噩梦的开始 自从那天之后 老赵就开始倒霉起来 先是生意上连连受挫 接着是家里人也开始生病 老赵心里头明白 这都是那天挖地惹来的祸端 他四处求医问药 可却始终不见好转 最后他实在抹折了 只好去找了个算命先生 算命先生一听老赵的遭遇 就叹了口气 你这是惹伤了不干净的东西啊 那地儿以前怕是个乱葬岗 里面的冤魂怨气太重了 你挖开了他们的安息之地 他们自然要找你的麻烦啊 老赵一听 吓得浑身直冒冷汗 那那可咋办啊 算命先生捋了捋胡子 沉吟了一会儿 要想解决这事儿 只有两个办法 一是把那地儿恢复原样 再好好祭奠一番 二是搬家 离那地儿远远的 老赵一听 心里头盘算了起来 恢复原样得花不少钱 还得耽误时间 搬家呢 虽然能解决问题 但自己在这儿经营了这么多年 突然搬家也不容易啊 他犹豫了好几天 最后还是决定恢复原样 毕竟 比起钱和生意 自己的命才是最重要的 于是老赵又花了不少钱 请了一群工人 把那片荒地又给填了回去 他还特意买了些祭品 到那片荒地上去祭奠了一番 祭奠完之后 老赵心里头才稍微踏实了点 他按发誓以后再也不干这种缺德事了 可谁承想 这事还没完呢 自从祭奠完之后 老赵家里的确安静了不少 可生意上还是不行 无论他怎么努力 就是不见其色 老赵心里头明白 这是哪些冤魂在给他教训呢 他咬了咬牙 决定把公司给卖了 带着家里人去外地重新开始 可就在他准备卖公司的时候 又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 那天老赵正在家里头收拾东西 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一阵吵闹声 他急忙出去一看 只见一群人正围在他家门口指指点点 他拨开人群一看 只见门口躺着一个浑身是血的人 那人一线老赵就挣扎着爬了起来 一把抓住了他的衣领 你为石魔要害我 老赵一看这人 吓得差点没晕过去 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他以前的一个竞争对手 因为生意上的事 两人一直不对付 我 我啥时候害你了 老赵结结巴巴地说道 那人一听 更加愤怒了 你别装了 就是你派人把我打成这样的 我告诉你 这事儿莫完 老赵一听 心里头更加害怕了 他明明没有派人打这人 怎么这人会说是他钱的呢 他急忙辩解道 我 我真的没干啊 你 你可别冤枉我 可那人根本不听他的解释 一把将他推倒在地 你等着瞧吧 这事儿莫完 说完那人就亮亮呛呛地走了 老赵坐在地上 心里头乱成了一锅粥 这事儿过后莫多久 老赵就收到了法院的船票 原来那人把他告上了法庭 说他派人打人至残 老赵百口莫辩 最后只好花了不少钱 才摆平了这事儿 可他的名声也彻底臭了 再也没人愿意跟他做生意了 老赵走投无路 只好带着家里人去了外地 他用自己的积蓄开了一家小店 勉强维持生计 直到多年后他才敢偶尔跟人提起那段往事 每当提起那段往事 他都会感慨万分 人哪 还是得讲良心啊 要不然早晚得遭报应啊 老赵一家在外头飘了这些年 日子虽说过得紧疤 但也算安稳 他心里头一直惦记着那段往事 总想着找个机会回去看看 给自己讨个公道 这天老赵跟老伴商量 咱回去一趟吧 这么多年了 我也想回去瞅瞅 老伴一听 吓得直白手 你可别犯傻呀 那递而邪性 咱好不容易逃出来 你还想回去送死啊 老赵叹了口气 我心里头有数 你就别管了 老伴现劝不动他 只好叹了口气 帮他收拾起了行李 老赵揣着点积蓄 踏上了回乡的火车 一路上 他心里头七上八下的 不知道回去后会遇到啥事 下了火车 老赵又换成了汽车 颠簸了好几个小时 才到了镇上 他望着熟悉的街道 心里头五味杂沉 他先在镇上找了家旅馆住下 打算休息一晚 明天再去找那个算命先生问问 可谁承想当天晚上就出事了 老赵躺在床上翻来覆驱地睡不着 他心里头想着事总觉得有啥不对劲 就在这时他突然听到窗外穿了一阵 稀稀锁锁的声音 他起身一看 只见窗户外头有个人影在晃动 老赵心里头一紧 急忙把窗户关上插上了插销 可那人影旁腐有灵性似的 一下子就不见了 老赵下的浑身直冒冷汗 躺在床上大气都不敢出 他心里头明白 这是那些冤魂来找他索命了 他闭上眼睛 开始在心里头默念 对不起呀 我知道错了 你们就饶了我吧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老赵才迷迷糊糊地睡住了 可刚睡着磨多久 他就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摸他的脸 他猛地睁开眼睛 只见一个浑身是血的人正站在他窗头 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看着他 你 你是谁 老赵吓得结结巴巴地说道 那人黑黑一笑 露出了两颗尖锐的獠牙 你不认识我了 我就是你害死的那个竞争对手啊 老赵一听 吓得差点没尿裤子 我 我真的没害你呀 你 你可别冤枉我 那人一听 更加愤怒了 你还敢狡辩 就是你派人把我打成这样的 我告诉你 这事儿没完 说着 那人就朝着老赵扑了过来 老赵吓得妈呀一声 从床上滚了下来 他爬起来就跑 可那人却紧追不舍 老赵跑到门口 一把拉开了门 冲了出去 他一口气 跑到了旅馆外头 这才敢回头看了一眼 只见的人影 已经不见了 只剩下一条长长的血痕 从旅馆门口 一直延伸到远处 老赵吓得魂飞魄散 也顾不上多想 撒腿就跑 他一口气 跑到了阵外头 这才敢停下来喘口气 他心里头明白 这阵上他是待不下去了 他得赶紧去找那个算命先生 问问他到底该怎么办 老赵顺着记忆 找到了算命先生的家 他推开门一看 只见算命先生 正坐在屋里头抽烟呢 先生啊 你可得救救我呀 老赵一进门就跪在了地上 一把鼻涕 一把泪地哭了起来 算命先生 一现老赵这副模样 吓了一跳 你这是咋了 咋弄成这样啊 老赵哭着把事情的前因后果 说了一遍 求算命先生 给他指条明路 算命先生听完 叹了口气 你这是惹上了大麻烦啊 那些冤魂不肯放过你 你走到哪里 他们都会跟着你的 老赵一听 吓得浑身之哆嗦 那可咋办啊 算命先生沉吟了一会儿 要想彻底解决这事 只有一个办法 你得找到那个疯魂潭 把那些冤魂都超度了 他们才会放过你 老赵一听 心里头犯了难 可 可那疯魂潭在哪啊 算命先生指了指远处 就在你挖的那片荒地底下 你得把它挖出来 再好好祭奠一番 把那些冤魂都超度了才行 老赵一听 咬了咬牙 行 我明天就去 第二天一大早 老赵就带着工具 来到了那片荒地 他望着眼前这片杂草丛生的荒地 心里头无畏杂沉 他深吸一口气 开始动手挖了起来 挖了好一会儿 他才挖到了那个破旧的坛子 他小心翼翼地打开坛子口 只见里面黑漆漆的 啥也看不见 他撞着胆子 把手伸了进去 想摸摸里头有啥东西 可谁承想 他的手刚伸进去 就觉得一股子凉风 从坛子里头吹了出来 动得他直打哆嗦 他急忙把手缩了回来 只见自己的手掌上 已经接了一层厚厚的冰霜 他心里头明白 这是那些冤魂在警告他呢 他吓得连连后退 一不小心被身后的石头绊了一叫 摔了个四脚朝天 他坐在地上 望着眼前的坛子 心里头直翻嘀咕 就在这时他突然听到 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 他回头一看 只见一个穿着黑衣服的人 正朝着他走了过来 那人走到他面前 停了下来 低着头看着他 老赵心里头一紧 急忙问道 你是谁 你想干啥 那人抬起头 露出了一张惨白的脸 我是这片荒地上的冤魂 我来找你索命 老赵一听 吓得差点没晕过去 他连连摆手 我真的没害你呀 你可别冤枉我 那人一听 黑黑一笑 你没害我 那你为啥挖我的坟 为啥打扰我的安息 老赵一听 心里头更加害怕了 我 我真的不知道啊 我就是想扩建厂房 才挖了这片荒地 我真的没想到 会这样啊 那人一听 脸色更加阴沉了 那你就得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 说着 那人就朝着老赵扑了过来 老赵吓得妈呀一声 撒腿就跑 他一口气跑到了镇外头 这才敢停下来喘口气 他心里头明白 这镇上他是待不下去了 他得赶紧离开这儿 去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老赵顺着小路 一路狂奔 也不知道跑了多久 他才敢停下来 回头看了一眼 只见的人影已经不见了 只剩下一条长长的血痕 从镇外头一直延伸到远处 老赵下的魂飞魄散 也顾不上多想 撒腿就继续跑 他一口气跑到了山脚下 这才敢停下来歇会儿 他坐在一块大石头上 传着粗气 心里头直翻嘀咕 就在这时他突然听到 身后传了一阵脚步声 他回头一看 只见一个穿着道袍的人 正朝着他走了过来 那人走到他面前 停了下来 看着他 老赵心里头一紧 急忙问道 你是谁 你想干啥 那人微微一笑 我是道士 我来帮你解决麻烦 老赵一听 眼睛里闪过一丝希望 真 真的吗 你能帮我解决那些冤魂 道士点了点头 只要你愿意配合我 我就能帮你解决这事 老赵一听 连连点头 行 行 我都听你的 道士从怀里掏出一个符咒 贴在了老赵的额头上 你先闭上眼睛 跟着我走 老赵闭上眼睛 只觉得身体一轻 旁腐被什么东西拖了起来 他睁开眼睛一看 只见自己已经飘在了半空中 正跟着道士朝着远处飞去 也不知道飞了多久 他们才停了下来 老赵睁开眼睛一看 只见自己正站在一片荒地上 眼前是一个巨大的坟墓 道士指了指坟墓 这就是那些冤魂的安息之地 你得好好祭奠一番 把那些冤魂都超度了才行 老赵一听 连连点头 行 行 我都听你的 说着 他就跪在了坟墓前 开始祭奠起来 他一边烧纸钱 一边嘴里念念有词 对不起呀 我知道错了 你们就饶了我吧 祭奠完之后 老赵觉得心里头轻松了不少 他站起身来 看着道士 谢谢你呀 要不是你 我这条命就没了 道士微微一笑 不用谢我 这是你自己的造化 记住 以后别再干这种缺德事了 老赵连连点头 行 行 我以后一定改过自新 说完他就跟着道士 一起离开了那片荒地 从此以后 他再也没有回过那个镇子 也没有再遇到过那些冤魂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